好 現在是把林昌恩給推出來 競技賽季在二軍的投球四勝3敗 3.83的ERA 那對照起來呢 他是只有19歲 所以趁這個機會在下半季師隊 也是要來開箱 這也是他在中均首度的登板 是在2022年的第三輪的選秀 選進來的好手 各方對他的評價其實都還蠻高的 打這球最後是打強的飛球 飛到了在右外野方向 但是看起來已經是遭到的鎖定 揭插出局 什麼好急啊 是富邦團隊蠻好的進攻 他們也把握住了 當然是打成的飛球 趕快衝龍 哇 哦呦 最後兩位野手都過來 比較驚險 最後兩位選手沒有撞在一起 哇塞 在上來之後呢 林趙恩是蠻快的 來抓到兩個出局數了 富邦這邊的攻勢呢 他們是有蠻多的一些戰術飛鏡 結果這剛好彈出去了 對 第一個彈要彈得比較高 打這球是直接飛進了三壘手的手套裡頭 同時也結束在這個半局富邦團的進攻 這場比賽目前在對著過程的富邦團 還是取得領先5比2 第三局當時有敲穿打 第三局呢也是 實在看到這一球 就是飛到了在外野方向 那兩位野手都過來 這又是陳潔縣接殺出局 從第一棒到第三棒都敲轉打 那又是打成一個飛球 當時再度找到了中外野手陳潔縣 兩出局 那這個是打成了飛球 飛到了在左半邊 那看誰要來處理 這還在 哇 看一下 第一時間好像都沒辦法精準的定位 對 雨是啦 那你這種雨會滴進去眼睛裡面 所以第一時間好像都沒有看到球 那是 這個冰雨在臉上胡亂的拍 對 呵呵呵呵 真的接不住了 所以也沒辦法 瑞恩要上來 嗯 那是 我來做不住的 你 我來做不住的 這就有在 吃 我來做不住的 那是 你 我來做不住的